天父上帝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依靠耶稣基督的保血 依靠耶稣基督绝对的权柄 依靠圣灵无限的能力 为了你自己的荣耀 我们现在宣告 你的灵在我们中间 来做教导的工作 让我们听的讲的 不是只是一般的 这种领受的知识 而对我们的生命的改变 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知道这样的恩典 都是在耶稣基督里 施下来给我们的 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里面 他流血舍身 为我们带死 以致我们领受天上 各样的属灵的福气 并且也领受圣灵 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圣灵已经开始我们的生命 美好的工作 必成就到底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我们恭敬将今天我们的学习仰望 愿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每一个听的讲的 再次的受到你话语 其他的造就和鼓励 荣耀你的名 谢谢主赞美主 感恩祷告 是靠救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Amen 好 那今天是第一讲 我这里讲题 就是为什么从导航GPS的角度 解读启示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 那我就设计了大概有七堂 第二第三第四堂呢 我就会把这个整个启示录 从第一章到二十二章的连贯性 它不能的 它就一章第一到第二 第三第四第五 你不能把它第一 然后把第四第五放到 第二第三 你不能乱掉的 因为它是有持续的 你一乱掉的话 整本启示录就乱了 所以我会用试堂这样 把那些经文 你会看到那个连贯性 你就原来是一定要这样读 这样看然后整体 然后我讲完四堂之后呢 第五第六第七呢 我就把这个重要性 从已经应验的预言 到现在正在要应验的预言 在不久后将来要应验的预言 我就把它分商谈 一个一个来讲 然后我就会把现今的时事来对照 让你来做决定 看看是不是我们在哪一个阶段 这样导航嘛 因为导航一定有一个起点 然后才慢慢朝向终点 对吧 导航没有起点 就不能导航 导航没有终点 它不能走 我想你都知道 你一上车的时候 你要开始去哪里 它就会问你 你在哪 它定位你在这边 然后如果你没有写你的目的地的话 它不会乱的 如果你打你的目的地 但是你没有定位的话 它不知道从哪里走 所以一定有起点 一定有终点 所以启示录呢 我们找到它的起点 然后它的终点在哪里 然后中间 我们现在在哪的位置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 有导航 我们就会准备 所以感谢主 启示录就是这么神奇 哈利路亚 好 那简单介绍 这个 启示录的背景 这里我们都知道 作者是使徒耶翰 使徒耶翰圣经里面 形容他是 耶稣所爱的 the beloved the beloved disciple 那在大概主后90年 他是唯一 这些使徒还活着到 因为耶稣升天之后 大概主前的 主后30多年 他还就活了 他跟随主大概 至少我想只有六七十年 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呢 他被丢待 他本来是要被 为主殉道的 但是呢 上帝一切怜悯他 把他丢在这个 就是放在这个巴摩岛上 就在那里领受这个启示 他的对象是谁呢 是所有的基督徒的 但是 我要这里特别声明的是 教会的传道 因为教会传道 要做领袖 要领导嘛 但是所有的基督徒 都要知道的 当时的情景呢 就是 这个 开始的时候 是犹太教逼迫 这个 这个耶稣的跟随者 之后呢 这个政治的 这个 当时最大的 这个 这个罗马帝国呢 来避害 这当时的基督徒 所以 罗马帝国呢 就成为了基督教的 基督徒 这个首号敌人 所以 你要在当时 做基督徒 是很艰难的 你随时随地 要送命的那种 但是呢 我们看到 启示录写下的时候 当这个约翰 把他这个 从启示录第一章 第十节所领受的启示 到二十二章的 二十一节的时候 他就知道 这些的启示录 是 是现在就要开始 应验的那一种 他 他要让每一个 听的人呢 都很细心去 然后念着书上 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又遵守 其中所记载的 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经 我信主从1988年 信主信到 2019年 大概30年之后呢 我每一次读 这些经文都 你知道懂吗 好像又不懂这样 但是就在30年后 我做牧师 做神学老师 已经好多年了 我们读这一节的时候 我们读了就读过去 但是就在 2019年 开始研究的时候 这一节经文呢 就让我非常的震撼 我就一直问 到底怎么遵守 这些议员 因为我从来在神学里 没有听过 怎么样遵守议员的 我自己在读来读去 也不知道 怎么样遵守这个议员的 我就就 我当时对议员的态度 等他应援了 就就他 要什么时候应援 上帝的主权 我怎么去遵守 因为我们常把议员 当作好像未来的 我们看不到现金 我们要对号入座 我当时一直在 我花 可能有两三个礼拜吧 我一直在思考 其实这是怎么样 后来上帝就给我感动了 他说你要对号入座 我现在要准备对号 就是启示录 我读的时候 我不是那一个 好像在观赏 这个决赛 我是决赛的参与者 我就是现在好像打球这样 那些球员 很多观众 球员 我不是坐在那边看人家打球 你是那个里面的主角在那边走来走去 在打那个 我就明白过来了 我说 我原来是这样子 那我就要好好的每一个 那我在读的过程里面的时候 那我就在祷告 我说上帝 那你给我看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级别像 那什么时候 哪一个定位在哪里呢 后来我在研究的过程里面 2019年9月份的时候 上帝在我的灵里面说 已经应愿了 第一章应愿了 我当时就 灵里面就有这个感动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 去把它定位 但是后来上帝 透过2020年3月份 我就把那个写下来 我最近有post在我的这个 背书里面 里面去看 所以 这个遵守 我们念读出来 大家知道 但是 有念也有听 但是听了之后呢 你就要去遵守 你要我 我怎么对号误作 我现在要怎么样准备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说 遵守了是有福的 为什么日期经 这个主耶稣来的日期经 所以 我就把这个 启示录 我就看为就是 我们正在 遵守 那我们在哪里 那有关这个 启示录里面 都是预言来的 从 这个第一章第十节开始 就是预言来到最后的 差不多20多章里面都是预言 那预言里面呢 我想我们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 比方说在旧约 你很多宪制书呢 五大宪制 大宪制 小宪制书书 他们就是 神领寿 他就是 就是他们写下来 他就不是好像一个连贯性 多数都是 就是 这些预言呢 不是 好像比方说 我在下面给你的例子 这里以下书 以下书 我们知道 旧约里面最长的 这个预言书 从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到六十六章 那如果你看的话 我现在用了五十三章 我们熟悉的 耶稣 这个 他来为我们的罪代史等等 这个已经成就了了 两千人已经成就了的 然后以下书第二章 第二章你去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 那里就谈到 好像是千禧年的处景 千禧年的处景 就是说 这个耶稣 千禧年第二章里面 你会看到 那如果是第二章 如果要按照那个导航的话 那个时序的话呢 那你就要把第二章放到 可能第六十六 六十五章那里去的 所以你会看到他 他可以掉来掉去 他没有那一种 这样一二三四五六 这样读下去 你读马拉基书 你不需要这样 一二三四这样读下去的 或者你读这个 这个耶利米书 你不需要从第一章 第二章这样 这样子连贯 这样 就是连贯下去 不需要的 包括信业里面 你会看到不同书信里面 都有一些意愿的 但是启示录却不一样 他就不能让你弄 他就不能让你 就是可以掉来掉 简一下我会来解释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 所以启示录呢 是耶稣 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 二十四二十五章 讲到末期的事情 然后那个是part one来的 然后他就是一个 一个笼统的一个大纲 但是他切 因为你知道第二十 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里面 讲到末期的事情 他来的事情 他就是好像一个 一个大纲这样 但是呢 启示录呢 变成就是好像 他的内容这样 怎么样发生 所以启示录呢 就成为 这个末期教会的 一个方向 然后你就把 那些还没有 应该的预言 你就可以把它排在 启示录 哪一个位置 你就排 这个预言里面是在 启示录的第三章 这个预言是在 启示录第八章 这个预言是在 在启示录的十六章这样 你可以把 但一里的那些 预言的应该的 他排在 启示录的 某一个角落 所以你这样的话 你就就有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 思路来的 所以这是 简单的告诉你 所以我就用 这个好像 启示录的是 环环相扣的 一个这个而来的 就是 他就是 这样下去的 他不能乱掉的 启示录就好像 我给你的这个定位 这样 有定位 如果你知道在这里 你正在朝这个方向 然后这里会发生 什么事情 然后你又做好准备 然后你就这个 实施 因为发生的事情 都是在这世上的 你一定要看世上 他就告诉你 未来的五年里面 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概 当然不 我们不能够 太够specific 某一个日子 这样 我们只有说 未来的三到五年 我们的 未来的 某一年的 某一日 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只能够说 看到一个相当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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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一个 一个这样下去 红色的这个 GPS这边 这条线 你就会看到 第一个开始点了 然后就第二 这样走下去 这样那你在这边 你就前面发生什么 你同时也可以知道 你终极在哪里 然后你说 现在呢 发生什么事 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 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 这样教会的话 全世界教会 能够被定点 定位 大家都来看 为什么呢 因为 所以这个 就是给整个 全世界教会 让他 能够 走在 同一条的 道路上 这样我们才会 整齐的走 我们就好像 就业的 这些的 以色列人 十二个支牌 他们在旷野走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起走的 我想 上帝不要各自教会 就是自己走 记得都没有的 末期教会 大家正朝向 耶稣要来的时候 耶稣要带领的时候 大家要同样一起走的 所以有人会看 我知道 这个现在的 这个世界的局势方向 那我们不会看的 我们就要听 就好像旧月里面 我上次有讲 这个以撒迦 以撒迦跟这个 犹大 跟这个 这个 这个 西伯伦 他们三个是 东支派 一部东支派 东 东方 就是那个东的方向 那边他们三个起行 然后其他的九个支派 扎营在南边的 西边的 北边的 当他们看到 以撒迦 以撒迦说 走啦 他们就要说 走 他们不需要 他们不要 他们不需要去烦恼 什么时候走 他们就做他们的事情 但是他们要听那个领袖 哦 以撒迦说 时间到了 现在上帝 他们的以撒迦 是这个族派里面的组长 不是每一个以撒迦都有这样 他们的组长里面 有两百个 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神给他的那个 那个大方向 他们就走啦 那你如果 你不听到 不管 他们走得很远 你才带回 我们能去到哪里 所以很多 教会就是要有这样的人 上帝就给予一些 不多 这种牧者不多 他有 不多 每一个地方 可能有三几个 三几个 那你要注意 我这里都要注意 我就要注意别的牧者 我在听他们的一些讲大 我在思考 我在神给我的领受 我们做一些总和 然后怎么样 有一个更大的方向 大家总在一起讲 很重要 这个 好 那我就先把这个启示录 第一章读一次 那我就再跟你分析一下 这个 我今天只讲一章到第五章 我就给你看那个连贯性 为什么你不能把 这第一到第五章 乱乱掉 它就是一 二 三 四 五 你一定要这样读下去 所以我现在读一次 这个启示录 我在把第一章读的时候 给你背景 那我们再做一些分析 好 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 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神赐给他 叫他将必快 要快成的事 只是他的众仆人 他就差遣死者 小于他的仆人约翰 约翰便将神的道 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 都证明出来 念着书上预言的 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尽了 约翰写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但愿从那细在 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和他宝座前的气灵 并那诚实做见证 从十里守先复活 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 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做他父神的祭司 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看啊 他驾迎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连吃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教主 不要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 阿们 主神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和美家 是息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我耶汉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 忍耐离一同有分 为神的道 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 曾在那名叫巴摩的岛上 当主日我被圣灵摆动 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 如趣号说 你所看见的 当写在书上 达尔与佛索 斯梅娜 别加 摩 推呀 推拉 沙迪 费拉 铁飞 劳以加 那七个 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生 以我说话 既转过来 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 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 直垂到脚 胸间束作金带 他的头以发揭摆 如摆羊毛 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屋中 锻炼光明的铜 声音如同种水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七星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 两嫩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日 发光 我一看见 就扑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 他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 阴间的权柄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 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 都写出来 论到你所看见 在我右手中的七星 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 是 就是七个教会 好 我就用四个角度 在这里 我四方面 第一方面呢 我们先看第一章 刚才我们读的就是第一章 主耶稣告诉这个 使徒乡把有关七个教会的事 写下来 七个教会 每个教会的字细都是一个一个 这样写下来 第二呢 我们从在第一章里面看到 主耶稣许多属性的彰显 然后才在第二章 第三章 一个一个把它写出来 然后 特别接下去看第四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看主耶稣吩咐使徒要上来 看天上这些情景的时候 然后你会看 第四章也是跟第二章的 第一章的连结 然后你看第四第五章呢 你不能把第四第五章对调的 你要看第四 然后才看到第五的 所以这四方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好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那 第一个在这里 这个耶稣自己 他从第一章第一节 第十节这里 是他在写整个启示录过程里面 这个是第一次的经历 他说在主日的时候 我被圣灵感动 他说听见 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 如吹号 在耶汉的后面罢了 后面 我想不是应该不是很远 因为耶汉转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耶稣在 就是看到七个金灯台 然后耶汉都可以 附附在耶稣的脚前 意思就是说 他在后面不是很远的 但是你会看到他 却用大声音如吹响 你在后面你会吓死人 你知道吗 大大声这样喊过去 好像吹号这样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 不单跟耶汉讲 还是跟所有教会讲 这里所看见都写在书上 达以什么 他那样 以福所 斯梅拿 别加摩 推呀推拉 沙迪 非拉铁非 老底加 两个赤系都这样 然后这有七个教会 然后你就会看到 所以在第一章 他第一个 耶稣第一个 他还没有看到耶稣 就从后面听到这个声音 说七个 那这七个教会 对当时一样来说 是不陌生 因为他曾经在 这个小亚西亚 这个七个教会 在那里 目会过 就是说在那里 接触着这些的教会 所以这不陌生 很清楚的七个名字 还有七个教会 所以第一幕 他就哦 七个教会 然后接下去呢 你看第二第三章呢 那个七个教会的赤系 你看到没有 以福所教会 斯梅拿教会 别加摩教会 推呀推拉教会 沙迪教会 非拉铁教会 老底加教会 所以 所以如果 你一下子 如果你把第二章 放到第一章 然后第一章放到第二章 你就乱掉 哎 怎么七个教学 然后 你看到没有 所以那个赤系是 讲七个教会 然后赤系一二三十五 那些名字都都都都都告诉他 然后接下去的名字呢 都没有都没有乱 也不会先说 先找几家教会来 先告诉老底家 教会情况 没有 接下去就是赤系都一模一样 跟着下来 所以你看到吗 所以这为什么 这还在环环相扣的 你不能把它掉在 他家一个一个戒下来的 而且是扣起来的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所以这里 我们看这个图里面 以福所 斯梅拿 别加摩 推呀推拉 沙迪 非拉铁非 老底加 你好 围绕起来一样 他不是乱跳 都还有 所以你会看到 每一个教会都说 凡有耳朵就应当听 凡有耳朵就应当听 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 凡有耳朵就应当听 所以你看到吗 所以这个启示录 这个第一章 这个七个教会 耶翰第一次 马上听到这个教会 之后呢 耶稣才慢慢把 这个七个教会 一个情景 按照这个次序 向耶翰启示 所以你会看到吗 这个里面的预言 念着说 听见要遵守的呢 他说是有福的 怎么样遵守呢 启示录 第二章 第三章的预言 你不能把这个启示录 第四第五章 放在第二第三章 然后第二章放在第四第五章 我的意思是说 第一章 然后第四第五 第二第三 你把那里面这样 你会乱掉的 他不能对调的 不能乱换的 你会看到他的 整个就是 就像 那个环环相扣 你看那个GPS 你不能从这一点 第一点 跳到第三点 第二点 如果你这样跳 跳起来很乱的 你从第三 然后第一 才打到第二 然后跳到第六 然后回来第五 第四 这样不能 他是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这样六 这样下去 所以这是第一点 然后接下去呢 你再看 在这个 这个 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约翰呢 他 他 他就看到耶稣 他转过身来 看到耶稣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耶稣的 这个属性呢 就一个一个介绍下来 然后耶稣的属性 一介绍完之后呢 这样一个笼统的介绍 然后在耶稣的属性呢 接下去就 在第二第三章里面 就一个一个 把他 更加详细讲出来 好你看 这里 这样子 我转过身来 听见 以我发声音 对我说 即转过来 就看见 这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 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 直垂当 胸肩 属着金带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形容呢 就是有意思的 他头发皆白 如摆羊毛 如雪 眼睛如同火焰 脚好像 在炉中 锻炼光明的 铜 声音如同 中 声音 他右手拿着气心 从他口中 出来了 两嫩的 逆剑 面貌如同 烈日 发光 我一看见 就不讨在记 像石两一样 他用右手 按着 我说 不要拒 我是首先的 我是幕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使过 现在 自活到 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 钥匙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 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 都洗出来 如果你所看见 在我右手中的气心 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那气心就是七个奥秘识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所以你再看下来 那我就把 第二第三章 你看七个教会里面 每一个教会都不同显著 在刚才我们读了 从一章 十二到二章里面 谈到耶稣手中拿着气心 接下来就有谈到 耶稣是首先的 是幕后的 又是死过的 然后前面 我们刚才看的 这些都在这边的 你看到没有 耶稣在告诉 每一个教会的 还没有告诉教会什么 他们需要什么 悔改的之前 这就告诉他是谁 前面第一章 第二十二节到十二节 形容耶稣基督的 这个整个的 这些的属性里面 一个一个都在 第二第三章 每一个教会都写出来 有两人的戒力戒 如同 也目如同火焰 听到我们读过了 光明 假如像光明的铜 你看到还有这个气心 诚实的 圣洁的 元首的 每一个教会都有 跟这个前面 这个耶稣的属性 彰显的 都写 所以你看到吗 你 你如果把这个 道长过来的 就很奇怪 刚才我们讲了 如果你把第二第三章 到前面第一点的时候 道长过来也是乱的 所以这个耶稣的属性 在第二第三章里面 一个一个 而接下去 来到第三点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接下去 第四第五章 我们看 主耶稣吩咐一汉 上来 天上 这个情景 你看这个 然后此后 第四节 他说 接下去呢 他就 这个七个教会 选出来之后呢 耶稣就在看到 另外一个 时候我观看 见天现账 有门开了 我初次 他讲初次 听见好像 最后的声音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第一章第十节 所以他说 因为他有一次经验了 就是在第一章的第十节 所以第四章呢 你不能把它 对调的 对吗 不然的话 你初次 如果你把第四章 成为第一章的话 突然间就说 约翰看到 他突然听到初次 你会说初次在哪里 在哪里 你会问嘛 对不对 他有初次 但是如果你是 第四章 变成第一章的话 那就很乱的 初次 你说那初次是什么 不知道 就不算 但这个初次呢 就回到第一章 在第十节 他说 我初次所听见 好像 他的声音 说你上 到这里来 你上来 所以 第一第二章的时候 当时 伊亚听的时候 他在异象里面 当时他的情景 是在地上 那七间教室 是在地上 现在呢 他要上到天上来 然后你 我要将以后 必成的事 指示你 你会看到以后 所以第四章 开始的时候呢 是以后 第二第三章 因为当时 伊亚显现 起给伊亚的时候呢 他这七个教会 是在他的那个牧养区里面的 所以 但是现在 就是他正在 因为那些指责 那七个教会的事情呢 至少有一两件事 没有指责 就是这个 但是他们要坚持 包括这个 以弗所 不是 这个 这个 斯梅娜 还有一个叫做 这个 菲拉铁菲 而其他都是受责备的 你看当时 他说 他 这七个教会 在当时 是 这个 伊亚显曾经牧养过的 到过这些教会的 接下去 他说 以后 那这个以后什么事情 那我们不知道 他让以后必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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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第四第五章的 什么时候成就 我们不知道 他说以后要成的事 我立刻被圣灵蚕动 看见有一个宝座 安置在天上 一位坐在宝座上 所以你看到吗 所以 这个 这个次序是很明显的 所以第四章 就是在 就是在 这个第一章之后的 你才读却 这个灵贯 你看到没有 所以 这个 启示录 接下来我们看 从 第四点的 我们看这个 启示录的内容 我把它读过去的时候 你不能把启示录 第四第五章 对调的 你一定要 意思就是说 不能够说 启示录第五章 音乐 先然后第四章 这样对调过来的 它是 它是第四 然后第五 这样 所以我 再打读一次过去的时候 我们再做一点 一点点的分析 所以第四跟第五章 给你们这两章的图 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第四章的情景 就是有24位长老 在宝座的座位 还有四个活物 就做宝座在这里 这个是第五章的情景 所以你整个 第四章的背景之后 这个摘之后 就是接下来第五章 才摆到那个台前 这里接下来 有四个活物 是敬拜之后 还有就围绕座 这个宝座的 这个其他的这些天使 接下来还有其他的 这些无法数过来的人 在这里来敬拜 等等 整个天地万物的 这个敬拜 这是第五章的 这个整个的情景 我就读一下 然后简单的分析一下 让你感受一下 这个启示录里面 这个连贯性 是不能 不能把它 就是把它破坏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它连贯性 就成为我们的导航一样 然后我简单 把它读一下 这第四跟第五章 我是很喜欢读圣经的 所以多读一点圣经 有时候我们的灵里面 圣经是神的话 是我们的灵粮 我们读的时候 我们灵里面 就要感受到神的话 你的这个能力 上帝的话不单是有能力 祂是永恒的 我鼓励你尽量把这神的话 背起来 因为将来 耶稣说 这个天地要废弃 那我的话 却永远不会废弃的 上帝的话是永远存在的 在天上的时候 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 神的话还是在那里 所以感谢主 好我们来听一下 这启示录第四章 第一节说 死后我看见 见天上有门开了 我初次听见 好像吹号的声音 对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 只是你 我立刻被圣明感动 我见有一个宝座 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个宝座 坐在宝座上 看到坐宝座的 好像屁育和红宝石 又有红围着宝座 好像绿宝石 宝座的周围 有24个座位 其上坐着24位长廊 身穿白衣 头上戴着金冠冕 有闪电 声音雷轰 从宝座中发出 又有七盏火灯 在宝座前点着 这七灯 就是神的七灵 宝座前 好像一个玻璃 海如同水晶 宝座中和宝座周围 有四个活物 前后遍体都瞒了眼睛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 第二个像牛肚 第三个脸面像人 第四个像飞鹰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 遍体内外都瞒了眼睛 他们周围的不足说 圣哉圣哉圣哉 主神是细在 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 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 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那二十四位长老就 复复在宝座的面前 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万物 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 被造而有的 我看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 里外都写作字 用七印研封了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 大声宣传说 有谁配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呢 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没有能展开 能观看那书卷 因为没有配展开 观看那书卷的 我就大哭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 不要哭 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他也得胜 能以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 我又看见坐宝座 以活物兵长老之中 有羔羊战力 像是被杀过的 有七角七印 就是神的七灵 奉差遣 往普天下去的 这羔羊前来 从宝座的右手里 拿了书卷 他既拿了书卷 四伙物和二十四位长老 就复复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琴 以盛满了香的金炉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他们唱新歌说 你配拿书卷 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方 各民各国中 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祝我祭司归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我又看见且听见 宝座以活物 并长老的周围 有许多天使的声音 他们的树木 有千千万万 大声说 曾被杀的羔羊 是配得全病 丰富智慧能力 尊贵荣耀颂赞的 我有听见在天上 地上地底下 沧海里和天地间 一切所有被造之物 都说 但愿圣赞尊贵荣耀 全是都归给 做宝座的和羔羊 迟到永永远远 是活物就说 阿们 众长老也复复尽拜 所以你看第四第五章的整个的思路呢 你不能把第五章放到第四章 你不能把第四章放到第五章 你不能看到第五章先应验 然后再title第四章 他不能对调的 你看这里 这个你读第五章的时候 我看见住我宝座的 如果你突然间 这个住我宝座出来 住我宝座在哪里 你会看到第四章出现 它是一个背景 第五章是连续 所以你看到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 如果你当然把 你突然间读到 我看坐宝座 突然间杀出这个坐宝座 在哪里 你一定有背景 原来先带到天上去 然后在天上 他看到一个宝座在那里 坐宝座的 好像屁红宝石 有红围坐宝座 好像绿宝石这样 所以你看到 那个整个的情景呢 跟现在呢 你如何对调的话 你就读得很乱的 那这些的预言呢 你不会说先 第五章音乐 然后第四章 之后才音乐 没有的 它是连续下来的 你会看到 你突然间出现 有什么有长老 又有四活物 又有这个天使 还有这个四活物 那前面第四章的摆布 原来有24个座位 我们看到有24 那边有这个 这个四个活物 他们在那边先敬拜 敬拜之后 这个才带到 这个第五章来 然后在准备揭开 这个音之前呢 就看到这些 不单这个 四活物 跟24位长老的敬拜 接下来就有其他天使 数目都数不过来的 不但如此 天上地上地 昌海里 你会看到这个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大复兴的情景 那如果这个 我说 这个是有些人说 这个将来 新天新地才发生的 那这个你就把第五章 排到体制度 第21章期 22章 对吗 但这个不是 这个在第五章 接下去 你看 等一下我 下一次会讲 他从第五章 连贯到第六章 所以你不能把第五章 搬到这个 这个 这个第21章 22章期 如果你说 这个是将来发生的 这个 不是 这个是在我们 这个地上发生的 不是将来 在以后 这个新天新地 新地路撒冷的情景 这是在现在 要地上 要发生的情景来的 所以我常常说 这个全世界 因为你看 这个不是全世界吗 天上地上地 昌海里 这个是全世界 全世界包括亚洲 包括欧洲 包括非洲 中东 南美洲 北美洲 全世界各地的 这个基督徒要经历 而这里所讲的 这个 这个史无前例的 这个大复兴 所以我每次讲的时候 就是根据 这个启示录第五章的 预言里面讲的 我不是 我不是看到异象 我没有看到异象 我没有梦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情景 这个是约翰 2000年的约翰 但他梦 他看到这个异象 他带下来 那给我们现在教会里面 我们已经有了 这个 这个圣经里面的话 这个异象 这个要成就异象 这个大复兴的异象 就在这 所以你看到吗 这个大复兴之后 我们下期会看 第六章到第十四章里面 才出现那个一个印 一个印 所以我现在有人跟我讲 那个什么印已经应运了 我说还没有应运 因为这个都还没有应运 第五章 你怎么这个印还应运呢 所以每次我听到一些 牧者讲的时候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应运了 第四个印 第三个印 没有 那个还没有印 如果你看到的话 只是局部 那个你看到的那一个 他认为是 是这个 完全的成全的话呢 那个只是trailer 你知道什么叫trailer吗 一部电影 大概有两个小时 trailer大概是两分钟 两三分钟这样 所以你看那个trailer 你看到这个情景这样 但是那个不是复利 不是复利 fulfilled 就是说不是完全 但是你会看到那个 第六章这些可怕的情景的影子 但是还没有尸体 还没有真正应运的 因为第五章都还没有应运 怎么会跳到第六章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明白启示弱导航呢 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会乱 你就叫为什么 你叫为什么要先复兴 因为你不先复兴的话呢 你妙想要进入第六章到第十八章 没有一个基督徒 能够在这种情况里面 能够站立得稳 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 所以你有一个复兴的灵命的时候 你才能够走完这一条 最后的艰难的道路 你复兴之后 你就看这些 一个复兴的基督徒 看这些艰难的事情 他看为是小而可的 当你在灵命没有复兴的时候 你看见事情就变成大事情 大事情 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你灵命复兴的话 你看为主殉道是一个荣耀 你灵命没有复兴的话 你看殉道是一个可怕的事情 你灵命复兴的话 你看见这个社会许多灾难 你有那个怜悯之心 你没有复兴的话 你就看到他 你就无动于衷 所以为什么需要复兴就是这样 所以我相信 现在这个我会在第五第六堂的时候 在做更详细分析的时候 跟你讲现在的情景 如果你常常跟我的话 你如果可以的话 我星期三 美国时间 星期四早上 我讲那个时事 因为我每一次讲 我没有办法讲 所以你要把我最讲的东西 每一个都去听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很整合性的东西 所以你要 你就要多听我不同的讲道 你就会看到一个整体性的东西 因为我不能在一堂里面 把所有的东西讲完 所以感谢主 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听 感谢主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我刚才简单的 把这四从第一章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里面 用这四个方向 四个角度 来给跟你解读 你就会看到 就是第一 然后接下来就第二 然后接下来就第三 然后接下来就第四 第五 这样选着这个秩序下去 感谢主 赞美主 荣耀归给主 好 那我就简单讲到这里 我先做个祷告 然后就给你们 之后可以补充也好 分享 或者你要问问提到 好 我们做一个祭祀祷告 天父上帝 荣耀归给你 谢谢你 透过你爱持主耶稣 向当时的使徒人显现 启示 哦 这启示录给我们看见 是多么的奇妙的一个导航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 陷阱那个时代 能够在这个应援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份参与 哦 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 愿意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我们看到 启示录 这个导航的亮光 以致我们 能够有做好全方位的这个准备 感谢主 荣耀归给主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启示录